改上面的文字很簡單嘛 用什麼呢 用set set什麼呢 set test t-e-s-t 就有了嘛 因為屬性有一個叫test 那如果你要更改它 就是叫set test 那如果你要取得裡面的值就什麼 get test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set get 你看前面練習很多嘛 為什麼要set get 其實就是 加進設進設定的話就用set 取得就get ok 那set test enter一下 那裡面的文字非常簡單嘛 比如說很簡單 我就在這邊給它一個字串 叫做您按一下按鈕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字打上去 那字打上去之後的話呢 這個程式就完成了 就這樣好了 ok 清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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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可以用區域變數宣告 T01 T01 那所以宣告的位置 特別重要 因為它這個方法裡面的 那你乾脆我習慣是把這個 我的習慣 不要 不要把它宣告在區域的變數 宣告在extend activity下面 可以但是你就是還要 這樣的話就ok了 有沒有 因為它如果放在區域變數裡面的話 那存取就會有問題 ok 那這裡再來的話 乾脆把它宣告在 所以基本上 我的那個基本流程是這樣的 我的那個就是一的話就宣告 二的話就連結 我自己有一套那個口訣 然後三的話就是建立事件 所以我的習慣是一二三 這個一二三將來 反正你賺寫app的時候 你就說一二三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app 我都可以這樣建立啊 所以後來我發現很多學生 我在改考卷的時候看到一二三 我就知道它是我教的學生 然後我就 就知道 或者是說他可能是看我的影片學來的 的學生 所以一看就知道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宣告 你就可以打一下 宣告 然後這個就連結 然後 就這麼簡單 一二三 所以很多app 反正基本上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那宣告的會詞 盡量就宣告在 乾脆宣告在痊癒 痊癒的地方 然後連結 因為它在畫面上面 我們用fine you by id 再來的話就是 set on click Listener 這個on click的事件 會需要有個Listener 它new一個什麼呢 在button上面建一個on clickListener 然後小瓜湖 大瓜湖 這邊有個大瓜湖 有沒有 小瓜湖 大瓜湖 後瓜湖 後瓜湖 是這個參數的後瓜湖 然後再一個封號 對 然後郵標移上去 新增未施座的方法 再撰寫程式 set test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把它save一下 save一下 這個就沒有錯誤了 然後呢你就可以按右鍵 執行為android application 那如果你的模擬器有run起來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它傳遞過去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寫的app OK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hello world的app 以後就可以這樣來做了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我再把這個上面的畫面給各位參考 然後 就這樣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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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